台湾脑鸡蛋荒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于是计划 向日本买鸡蛋解燃煤至极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要求取消日本蛋品进口 因为日本部分县市仍属情流感义区 前福岛五线中的刺生县 也是鸡蛋主要产区 但有民进党当局进口问题鸡蛋到台湾 他们同批此举是在饮鸩止渴 为了解决蛋荒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宣布 二月底前会进口日本鸡蛋 由于日本被列为禽流感疫区 2020年11月5号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发新闻稿说 日本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 鸡蛋禁止输入台湾 如今未解蛋荒 民进党当局居然要开禁令人忧心 我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缺蛋 然后就是进口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进来是就是让大家可以赶快吃到蛋 但是就是也是怕可能疫情或是一些就是安全性 台湾民众担心到时候日本疫区的蛋加上核辐射的蛋 食安会有大风险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要求取消日本蛋品进口 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万美龄表示 强烈反对从禽流感疫区的日本进口鸡蛋 他说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2020年11月5号 将日本从非禽流感疫区移除 并公告禁止日本活禽鸟 鲜蛋等蛋品及含禽鸟类成分之肥料输入台湾 这份公告在今年2月16号之前 仍在相关部门网站上刊登 如今突然宣布开放日本鸡蛋进口 令人匪夷所思 磁城县它也是福岛核实 我们有疑虑的五线市之一 而且它是日本现在鸡蛋产量第一名的地方 就在磁城县 所以我们也不禁想到 现在不仅开放了日本核实进来 那么磁城县生产的核蛋 是不是也要一并进口到台湾来 没有做好的状况之下 竟然趁火打结浑水摸鱼 要从福岛的县市里面 来进口疫区禽流感疫区的鸡蛋 跟核污染灾区的鸡蛋 进到糖而黄之的进到台湾来 我想我们必须可以做出最严重的浪疫 我们必须可以做出最严重的浪灾区的鸡蛋 我们必须可以做出最严重的浪灾区